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月圆的夏夜 小弟弟和哥哥们在院子里玩耍 无意间弟弟发现 井里面有个又大又圆的月亮 他就招呼哥哥们来看 二哥特别的调皮 就捡起了一块石头 趁着大家正看得出神的时候 偷偷地丢到井里 突然噗咚一声 大家吓了一跳 井里的月儿也被震得粉碎 小弟弟看见月亮碎了 就大声哭泣起来 大哥赶紧说 别哭 别哭 你看天上的月亮并没有破 还是那么圆 那么亮 今天有一些传道人和心理学家 在宣传一种模糊的概念 认为信心是一股万能的力量 充满在整个宇宙中 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地支持 结果信心变成一种创造力 或是万灵丹 似乎可以随时进入人的心中 改变他的心智或道德的思想架构 就能驱除一切的悲观 恐惧和挫折 而带自于自信果断与积极 能够使人在爱情 事业 运动 商场上 稳超胜卷 无往不利 其实这种发自于人想象力的信心 不过是神造人的时候 留在人性中的一种意志力 可以说是神性的反造 犹如在井中的月亮 不过是天上那真实月亮的影子 并没有真正永恒的价值 一旦现实的考验来到的时候 就被砸得支离破碎 信心需要有正确的对象与内容 如果我们把信心建筑在自己的意志力上 至多我们不过是沉迷在 短暂的成功自我陶醉中 何况大多数的时候是不成功的 信心的对象应当是那位永不改变的神 不但如此 单单的相信他的存在还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正确的相信他 就是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 是怎样的一位神 他对我们所存的旨意为何 他对我们每日生活有何指引 换句话说 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 是一种活的信心 会天天随着我们对他的认识 而继续不断成长 所以信心不是大小的问题 而是对象的问题 如果对造物主有一个真实的信心 就是难如移山的事情 上帝也要帮助我们去成就他 相信神是相信自己的基础 因为神不会亏负信他的人 月亮在井底 是提醒我们要抬头 去欣赏真正的明月 但愿上帝祝福你 谢谢